说到美国的制裁 我们知道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没有放松 我们看到报道说一些伊朗的病人 甚至是癌症病人都没有办法买到一些相关的进口药 而且伊朗没有办法从一些国家进口疫苗 美国还阻挠了伊朗向IMF提出的50亿美元的贷款申请 美国制裁这个概念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听过 但是具体到伊朗 具体到每一个伊朗人的生活 治古知识 美国制裁道理一位h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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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的感谢和感谢 因为在我们的节奏 这就是我们的节奏 我们的问题 和我们的中国的问题 和中国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